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大力开展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努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 持续性 最新的监测表明 中国珊瑚礁等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在现状调查方面 2020年完成了全国珊瑚礁 海草床 滨海岩藻等典型生态系统的现状调查 基本掌握了各类典型生态系统的分布及生态状况 在预警监测方面 针对重点区域定期开展生态预警监测 发布预警产品 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基础依据 在生态评估方面 定期开展典型生态系统状况评价 今年6月首次发布了 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 结果显示 珊瑚礁 海草床 滨海岩藻 红树林生态系统状况 以优良为主 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 绝大多数的红树林 珊瑚礁 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 均已纳住生态保护红线 实行严格保护 在生态系统修复方面 积极调动中央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 开展退化受损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 恢复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 下一步 自然资源部将多错并举 持续加强典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一是掌握动态变化 持续加强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 现状调查评估 二是加强保护管理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三是科学实施保护修复 通过分类试测 提高保护修复的科学性 此外呢 我们还将积极探索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